史太龙最新美剧强势来袭 76岁高兽不改王者姿态 饰演黑手党组长从零开始打造新的犯罪帝国 他就是塔尔萨之王 故事开始 史太龙饰演的牛叔身居高强直下 25年前他替老大背下黑锅锒铛入狱 如今他终于等到了出狱的这一天 离开时牛叔思绪良多 这么多年他手口如皮 现在就看外面的人有没有辜负他了 很快牛叔坐上了老大派的专车 25年的光阴时过境界 现在的世界早已不是当年他熟悉的那一个 路过俱乐部时牛叔有点诧异 本以为老大会用香槟美女为他接风洗尘 结果去什么鸟巴拉屎的长岛 25年不见分外想念 来到老大的别野 牛叔多少还是有些激动 可房间里的人并不这么想 老大挂了仰 儿子胖虎倒是蛮热情 在座的也不用多介绍 都是以前的老熟人 但身后站的人 这让牛叔是浑身不自在 结果多说了两句 对方还和他抬杠 缺氧的老大赶紧打住 这才让牛叔安心的落座 不过现在的牛叔想要回自己的身份和地位有点难 毕竟时过境前 胖虎不再是当年的小屁孩 牛叔也不再是当年的二把手 25年的牢也不能白做 现在的牛叔就想要点弥补 胖虎直言塔尔萨是个好地方 那里才是他的归宿 牛叔有点萌 塔尔萨是个什么鬼地方 这不明摆着要赶他走 刚想来气 胖虎的脾气先上来了 看来这里是容不下牛叔 但这25年来 自己家破人亡 妻离子散 终于大哥的他 没坑过半句 如今的自己一群二白 好大哥居然连屁都不放一个 更气的是小弟还没个分寸朝他开炮 牛叔也不惯着 反手就是一拳 场面有点小时空 老大赶紧憋了口气 缓和 还每清明曰 塔尔萨整座城都给了他 牛叔无言以对 只能接受这个无情的现实 也算给了自己一个台阶下 来到塔尔萨 牛叔就暗暗下定决心 一定要在这里做大做强 结果刚出机场 满嘴跑火车的牛叔 就挨了妹子的防狼喷 见生意来了 狄哥小黑赶紧上前拉客 来到陌生的塔尔萨 牛叔就开始问东问西 沿路有什么 是挨个问了个遍 路过一家药店时 牛叔让小黑停下了车 结果一打停 里面竟然是卖大麻的 牛叔好奇啊 是哪个帮派在管这里的 一听小黑说没有 牛叔好歹要进去光顾一下 慢着六亲不认的步伐 牛叔走到了店员面前 客气了两句 接着便嚣张的叫这里的老板出来 小伙子搓了个麻花头 有点萌 主要是在上班 所以不能善离指手 这个解释好像还说得过去 转头 牛叔就让这里的保安去叫 保安掏了一个防狼喷 牛叔有点纳闷 这年头都流行上这玩意了 接着牛叔拿上保温杯 就给保安砸了过去 老板闻讯赶了出来 看牛叔这造型 阿刚就知道是打劫 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 牛叔竟然不要钱 反而要看这里的账本 经过一番琢磨 这家店的生意还不错 牛叔俨然把自己当成了这里的老板 盘了一下这里的资金流 阿刚竟然把钱全都存进了银行 这种鬼话 牛叔可不信 这么来钱的东西 只在少数周合法 可想私底下的油水有多厚 牛叔搅一蹬 阿刚就乖乖交代了私放钱 打开保险柜 牛叔也不带抢 说是每周要抽两成的佣金 当时这里的保护费 阿刚一听人都麻了 周围没有黑帮该咋办 好歹比抢好一点 这样的合作 阿刚也不好意思拒绝 就这样 牛叔摸了摸嘴皮子 十万每刀轻松到手 有了钱 像样的座驾得搞一辆 四个W甩给小黑 让他带买一辆 另外 每周开两千的工资 给小黑当司机 就把小黑给乐的削开了花 把牛叔送到旅馆后 小黑今天也是早早收工 走进房间 牛叔简单的收拾了一下 看着屋外的风景 好是惬意啊 因为这里就是牛叔的江山 晚上高兴的牛叔 到附近的酒吧 小酌了一杯 热情的他 很快和这里的人打成一片 几杯酒的功夫 就混成了一个自来熟 只可惜第二天 牛叔并没有等来自己的林肯 心理一问 结果是店家老板卖给他 觉得小黑是个毒贩 还扬年要报警 怎么说 也是一个小弟的老大 小黑被歧视了 不就是自己被歧视 带上自己的豪气 牛叔直接杀到了老板的办公室 脸上笑嘻嘻的和对方握手 反手就是沙包大的马买皮 这种人 牛叔也不惯着 多来几拳就打了一个折 搞定了作家 这嘴巴也得慰劳一下 牛叔也是重口味 奶油的冰淇淋不要 偏要整个石膏的 果然有点尬嘴 但牛叔上厕所的功夫 有个熟人 好像把他认了出来 回头 牛叔带着小黑就去镇厂子 见这老冤种来了 阿刚的肾就有点烦啊 最尬的是 牛叔还带着监控来的 你还别说 牛叔这老板当的还真够地道 今天的生意还不错 半天的功夫就赚了小五千 但牛叔可不想自己的前辈当官的抄 所以洗钱什么的最妥当 搞搞俱乐部 蹦蹦disco啊 把钱都转移出去 阿刚点头哈腰 只能照做 离开时 牛叔放话 有什么事啊 到西部平原找他 阿刚当时就裂了 咱家的黑老大 住的也太寒酸了 这么一说让牛叔有点下不来台 跟着他就让小黑安排了这里最高洞的酒店 晚上牛叔又来到了周家酒吧 酒宝的眼光也是毒 一眼就知道牛叔坐过牢 都是同道中人 大家也就算互相认识了一下 米奇在这里开了五年多的酒吧 不过刚聊了没几句 有个妹子就打断了两人的对话 觉得牛叔是个肘子 便想尬上两句 结果前姐刚拒绝 后脚金姐又找起了麻烦 死活要拉上牛叔合一杯 喝嗨的妹子们都跑去了嘎舞 接着牛叔就发现了咸猪手 只见牛叔走上前 一拳就给他来了个活血化鱼 见着牛叔是个绅士 金姐便主动投怀送抱 来到酒店 金姐好奇了一下牛叔的岁数 一听老人家 其实我 说好了整理一下床单 金姐突然就不想收拾了 牛叔还想握拳一下 这哪是代沟啊 简直就是天坑 看来今晚的床单 牛叔只能一个人收拾了 然而 圆就是妙不可言 金姐竟然是 烟酒枪支爆炸物管理局的 元帮有人温先提醒 最近有个黑帮头目 要在他们这里 焕发事业的第二春 而这个人 就是牛叔 想想就有点小期待 高寿的牛叔 是如何让自己的帝国崛起的 在没有黑帮的地盘 他又是如何做大做强的 如果想了解后续的故事发展 敬请期待 对我们的下期讲解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